针对全球首富马斯克提议把台湾变成大陆的特别行政区防止冲突 大陆外交部第二次回应这样说 赞同马斯克主张 但前一天大陆外交部的态度可不是这样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中方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 短短一天大陆官方从冷主理马斯克言论到改口肯定 还强调乐于看到越来越多人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民间风向似乎也跟着转 微博上除了有大陆网友称赞马斯克设想不错 批评马斯克发表不当言论妄议台湾问题的大陆央视 也被网友呛是恶意解读 国庆前夕大陆官方对台持续施压 除了外交部再次重申坚决遏止台独分裂势力 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党建杂志 也在九号刊登对台工作文章中写到 在台海组织实战化军演 目的就是要让台湾民众知道台独是绝路 TVBS新闻张军名林明珍 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